我国人口对冠病的集体抵抗力提高 卫生部宣布明天起逐步放宽冠病防治限制 到访较低风险门诊场所 包括综合诊疗所、全科诊所、中医和牙科诊所等人 不再强制需要佩戴口罩 四个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 也将从4月1号起停止运作 卫生部发文告说 我国自去年2月将疾病爆发 应对系统下调到最低的绿色级别后 有鉴于我国人口的群体免疫增强 当局认为是时候逐步解除剩余的防疫措施 并将这些措施融入公共卫生计划中 从明天起到家庭诊所、综合诊疗所、专科诊所 洗肾中心、中医和牙医诊所的人 不再强制佩戴口罩 但当局仍鼓励患有呼吸道疾病的年长人士 和身体较虚弱的人继续佩戴口罩 为保护医疗弱势群体和年长人士 到访医院病房、急诊部门和疗养院的访客 则需继续佩戴口罩 由于多数国人对冠病已有些许免疫力 因此专家团建议 还为接种疫苗者只需接种两剂疫苗 以获得基本保护 另外当局也将从4月1号起 关闭4个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 这4个中心分别位于红帽桥、御狼西、巴西利和益顺 感谢观看